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又要来了 这是个令许多人心潮澎湃的时候 不但是因为可以全家欢居一堂献上感恩 还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刻 黑色星期五的购物大潮要如期而至 各种折扣优惠也在这个时候铺天盖地 据统计去年有一亿三千万人 参与到黑色星期五的购物潮流中 平均每人消费380美元 今年的黑色星期五 如果你也打算参与抢购的浪潮 一定要早做准备抢占先机 下手要快 狠 准 才有机会购得心爱之物 今天我们的优旅游也一起来看看 要去哪里抢购才最划算呢 根据David Ericsson统计的购物比例图 黑五期间最受欢迎的商店 包括Target Walmart Best Buy 和Torys RS 这些店家到时候自然要成为购物重点目标 快到黑五之前 这些商店便会放出相关宣传广告 标注折扣细节 有的价格真是低到让人不得不心动 要注意的是 这些商场会分时段放出折扣商品 不要错过心爱物品的发放时段哦 不过物美价廉又数量有限的东西 人人都想要 到时候如果真的准备要去卖场抢购了 要做好充分预备 了解商场地图和陈列摆设 要知道你可要应战成千上百的竞争对手啊 此外Apple的数码产品 Cose的服饰 Masis百货商品 也是不错的下手对象哦 站在传统的角度 卖场自然是多数人的首选 几乎所有商场在黑色星期五这一天 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 Outlet名品折扣店 也是黑色星期五抢购的好去处 Outlet是各家名牌商店 出售过季品或瑕疵品的地方 消费者常常在这里 可以掏到不少款式新颖 赶得上季节的商品 这些折扣店平常提供的折扣 为25%到65%不等 平常一到假日就会人潮汹涌 黑色星期五更会推出每年最大的减价活动 到时候必定会被包围的水泄不通 湾区附近有三家Outlet商场 Livermore Premium Outlet Gilroy Premium Outlet 还有Milpitas的Grey Mall Gilroy的Outlet共有145家商店 以中等及中片上的品牌为主 Livermore的Outlet则汇集了众多一线大牌 Grey Mall位于矽谷中心地段 是湾区唯一的市内民品折扣购物中心 对于南湾的朋友们 这家应该是最方便去雪拼的地方 不喜欢人挤人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考虑上网购物 享受黑色星期五的折扣 如今网上购物也成了势不可挡的风潮 根据统计 从2010年以来 黑五期间实体店的消费额出现了下滑趋势 但网购的消费比例却一路高歌 虽然实体店排队抢购是历来传统 也是黑五的标志 还是很多人心中购物的乐趣所在 但网购确实有很多商店无法追赶的优势 网上购物不用怕排队 不用怕挨饿 也不用怕风吹雨淋 更不用怕被偷被抢 除了Amazon、eBay等大购物网站 也可以试试如Diomun、Diomun等 有关各种折扣信息的app软件 确保在这极其有限的时间里 用最佳的价钱找到最适合心意的物品 这是今天为你提供的感恩节购物建议 希望你在畅游低价商品的海洋之前 别忘了做好购物清单 理性消费以购买所需要的为前提 再量力而行购买想要的 千万不要一看到低价就冲昏了头 以时贪心什么都想拥有 回头却发现现实生活中根本都拥不到 就得不偿失了 最后希望你过一个愉快的感恩节 以上YO旅游由YO市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